好了,没办法了吧,只能是自个儿去调查 首先,科考队发现这个老爷庙的种种怪异现象 跟咱们节目开头说的著名的百木大三角 还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第一,咱们说了,它们都属于灾难频发的神秘水域 而且失事传知,通常没有发生任何信号 就,巧名二的就没了,不见了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 科考队发现这个老爷庙水域和百木大水域 都处在地球上最神秘的维度 北纬三十度附近 之所以说这个北纬三十度很神秘呢 其实是源于一位叫做詹姆士·博斯特的美国作家 他出版了一本叫做《神秘北纬三十度》的书 这本书里边归纳了这一纬度经过的神秘地区啊 比如说四大文明起源地 撒哈拉沙漠 死海 百木大三角 雅鲁藏部大峡谷等等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纬度 那么老爷庙水域的船只失踪和频繁失事 会不会也跟他地处北纬三十度附近有关系呢 人们常说不如虎穴焉得虎子 科考队决定乘船去老爷庙水域 对那里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不过意外的是 他们一路上风平浪静 景色宜人 并没有遇到传说中的恐怖气氛 然而就在他们接近目的地的时候 理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下集说 船舶无故翻沉 湖底却不见残骸 中国百木大的水域中究竟暗藏了哪些玄机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在江西省北部的颇阳湖 有一片叫做老爷庙的水域 那里经常有怪异的事情发生 船只无故翻沉 残骸也不见踪影 但是原因一直没有人能够弄明白 直到一位叫做韩李贤的水文地质工作者 在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之后 决定联合一支由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科考队 试图去揭开这个谜团 这吧 他们正准备乘船接近老爷庙 刚开始那是风平浪静 可是就在快要接近目的地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不得了 那个风浪确实是非常的大 把我们所有人员全部打死 所以我们拐开 就想办法往飞 往飞开 您瞧 这还没到老爷庙呢 狂风巨浪就给科考队来了一个下把威 不过这趟也没白来 有队员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就是险情的起因 好像都是风 这个得到了当地渔民的印证 他们也说 每次事故发生之前 几乎都是水面上 突然就刮起了一阵枪风 随后是暴雨来袭 船身呢 那就剧烈摇晃 人呢 也站立不稳 这才被迫返航的 这让科考队猜测啊 老爷庙事故频发 会不会就是这个狂风 把船给掀翻了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找到风的来源 就有可能解开谜团的关键呢 想到这 科考队立即跟当地的气象局工作人员 再次登上了开往老爷庙的考察船 航行之前 气象局的工程师 用手持风速测量仪 测试了当时湖面的风速 结果显示 湖面上的风速不足一米每秒 非常轻柔的风 十几分钟之后 当考察船进入老爷庙水域 风速立刻 每秒两个秒米 也就是说 老爷庙水域的风力 比其他地方高出了一倍以上 可相距并不远的两个测量点 风速的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 从那一边到这一边 它只有两公里多一点 不到三公里 好像一个眼后一个样 北方的轮廓去南下的时候 这个缝就从这个地方就过来了 所以这个缝比较混乱比较大 它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种下关效应 所谓的下关效应呢 指的就是当流体 比如说气流啊 从比较开阔的地方流入狭窄区域的时候 由于气流集中通过造成狭窄区域 气流速度加大的现象 而这老爷庙水域的地形呢 恰恰就是典型的虾管 风力也是因为这样才突然变大 这两个人好比是卢山 它上海有90多公里长 而这个地方呢 这个老爷庙 这个地方就好比是老爷庙吧 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一座山 而这个地方还有七复 这边呢 还有这个七复高地部等的一些山坟 当这个北方的空气 北方的气流往南吹的时候 好 卢山把它挡到了 风流啊 只能通过这一个峡谷口从这里过来 这个风呢 它就特别大 专家说了 这老爷庙水域的南边是开阔的湖面 北边呢 是颇阳湖跟长江相连的狭长水道 每年的九月到来年的五月 北方冷空气南下的时候 由于卢山的阻挡 冷空气通过狭长的湖口水道 产生了狭管效应 因此风速猛增 尤其是到了老爷庙水域 更是达到了顶点 这么看来 老爷庙水域的神秘都是因为风 专家又说了 不仅仅是风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水流的侠管效应 这颇阳湖呢 有250千米宽 可到了老爷庙水域这儿 仅仅只有15千米宽 大量的水流集中通过 导致速度加快 水流紊乱 从而形成了水流的侠管效应 这么说你可能觉得不够直观啊 这样吧 给你举个例子 葫芦 大伙都见过吧 你想象一下 咱们把葫芦竖着 从中间剖开 然后打开 就是瓢嘛 这就是颇阳湖的地形啊 它是两头宽阔 中间这个地方 很狭窄 这个葫芦腰的位置 就是老爷庙所在的位置 所以不管是气流还是水流 只要通过这个狭窄水域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狭管效应 造成的结果就是锋利加强 水流紊乱 两件事情凑的一块 就使得这个老爷庙水域 成了咱们国家内陆湖泊里边 最凶险的水域 事情说到这儿 科考队总算是找到了 老爷庙水域事故频发的原因了